马其马和岸边官宣结婚 电视为什么打不过路人 电剧人教会又在布什么大局 大家好,我是阿树 在开始本片的解析前 先分享一个打破次元币的消息 咱们的波及塔狂热粉丝马其马 居然和岸边官宣结婚了 还有图有真相 原来今年1月初 在电剧人舞台剧中扮演马其马和岸边的演员 平野林和孤口贤侄 宣布结婚 光说这两个名字大家可能不认识啊 但实际上平野林可是身忧老四季了 梁公春日的忧郁中的梁公 死亡笔记中的明海沙 妖精的尾巴中的露喜 都是他配的 而五口贤智更是特赦剧中的大咖 大名鼎鼎的假面骑士就是他演的 更有意思的是 两人的缘分正是起源于电剧人的舞台剧 想不到马其马和岸边 最终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了一起 说完剧外的八卦 我们再来聊聊最近企划的剧情 坦率的讲 从新年年联休三周开始 到最近两话半月一个 电剧人近期的剧情 可以说是非常破碎了 甚至连欧美的佛系老哥们都看不下去 纷纷吐槽 比如153话更新后 红地上有人问说 怎么画风潦草的藤本书 会把一个大火机画得这么细致 结果最高端的评论居然是 藤本书修刊一周 肯定就是为了画这破大火机 可见大家情绪之大 但我想说 其实最近这段剧情窜起来看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线 甚至揭示了电剧人教会的真实计划 而要讲清楚这条线 咱们就必须先看懂153话 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那就是 电刺居然变弱了 弱到被人类用网补助 按在地上摩擦 要知道 根据电剧人教会口头曝光的计划 这些整个仿剧人闹剧 都是为了强化电剧人和战争恶魔才对 你看人家战争 被强化后直接秒了几天 大家看咱们电刺 居然趴在地上被人类走 很奇怪对不对 更奇怪的是 就在被人类按着摩擦前 电刺才刚刚秒了 在第一部中堪称精英怪的武器人军团 所以 它的实力 应该确实得到了加强态度 于是 变强的电刺被人类暴打 只剩一种可能 那就是 它自己不愿意伤害人类 直到被逼无奈 给大家看一个扎心的对比 在79话中 电刺冒死和枪魔化了丘战斗 那时的电刺被打至冰死 是群众用刀扎破自己的手 用血救活了电刺 而且在153话中 电刺同样貌似和武器人战斗 结果不仅没有等来大众的感谢 还被一刀刀捅在身上 甚至还有人动手伤害她的妹妹 哪有多 可以说是非常的凄惨 而更惨的是 这直接戳破了电刺的两个梦想 第一个梦想 是以波及塔为代表的 那个追求频繁生活的电刺 在烹火界放火烧家的那一刻 这个梦想就宣告结束了 但没关系 电刺还有第二个梦想 那就是 它103话告诉几天的 它又成为受人欢迎的电刺人 这也是它放弃第一个梦想后 依然会笑的底气 很可惜 从153话大众憎恨电刺人的反应来看 这个梦想也大概率破灭 那人类为何会突然对电刺人 有爱转恨 反正是153话中 那个失控的茂子男说的话 他认为 只要干死电刺人 那么那些头上长句子的仿剧人 都能变回曾经的模样 变回人类 我的意思是 其实从普通人类的视角看 他们根本不知道火之恶魔的存在 火之恶魔是我们跟随电刺的视角 从喷火器那里知道的 所以 在正常人的眼中 他们看到的就是突然之间 满世界多了非常多个头上长出电刺 如同丧尸一般的仿剧人 这些仿剧人要么原本是自己的家人 要么伤害了自己的家人 因此 换谁都会对电刺人产生恨意 而这些的始作俑者 正是济贺和喷火器为首的电刺人教会 他们先是组进教会 欺骗信徒和火之恶魔签订契约 为全员变身仿剧人埋下伏笔 最后又烧了电刺的家 逼电刺变身电刺人 最后引导大众迁怒电刺人 破坏电刺最后的梦想 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我想 大概是逼电刺重新回答岸边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第一部中 岸边在特训电刺和帕瓦时 曾问他们 人类和恶魔 你们学哪一边 电刺的答案是 照顾自己的那边 在153话前 照顾电刺的显然是人类房 所以电刺才会在之前 告诉哪有的人 他喜欢为人类而战 但153话中 人类对他的恨 以及最后 电刺误伤人类的场景 大概是一步步逼着电刺 走向恶魔方阵营 而这 很可能才是极客的终极目的 不知道看到这里的您 是否会认同我这套逻辑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 留下你的想法